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友谊说二 小二的重团们我又来了 订阅小二 娱乐资讯一网打击 小二爆料时间到 快来看看本期都有些什么内容吧 都是你期待的哦 一 迪士尼刚刚释出了 赵丽颖为寻龙传说拍摄的写真大片 大片中 赵丽颖变换多套造型 但无一例外都是酷洒十足 美颜暴击 是可以直接凭借颜值出道的水平了呢 甜美化身高冷欲解 气场十足 小二在这里必须惊呼一声 哇哦 仿佛梦回那个夏天的楚桥 粉丝更热血直呼 姐姐杀我 如此之大阵仗 让人不禁猜错 赵丽颖这是要找回微博之夜丢失的场子吗 红毯上的小赵 身穿迪奥2021春夏系列成衣 不知道是礼服颜色难以驾驭 还是连夜拍戏没有休息好 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意义 甚至被主持人公开内涵 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疲惫 二 而另一方面 向来红毯造型被诸多诟病的杨子 这次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袭白色蕾丝长裙 出席东方卫视电视剧品质盛典 仿佛童话里走来的公主 气质直线上升 甚至肉眼可见的瘦了很多 网络流出的路透堪比精修 杨子肩颈线更是直接冲上微博热搜 还有杨子里线同台颁奖 童年夫妇在线撒糖 话说这对CP的售后也是很敬业了 三 电视剧《维和部队》 近日传出一组路透照 黄瑾瑜 王一博 张哲瀚 三位帅哥同框 如此难得的一幕 大家会想到什么 是不是觉得有那么丢丢巧妙 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缘分 三人都靠着单改剧 实现了从小透明到流量的逆袭 现在在一部剧中 剧手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期待电视剧的早日上线啊 四 提到张哲瀚 近日网传时尚巴沙 二次为张哲瀚 龚俊 拍摄合体时尚大片 时尚巴沙娱乐圈 婚庆公司实锤了 是胡不是货 国军一销 镇魂女孩飞云系 就没有巴沙瀚不到的CP 近几年的大热CP 不管是先流量时代的虎哥或建华 还是后来肖战王一博 朱一龙白鱼等 时尚巴沙可以说 是时常走在科堂浅线 组CP 巴沙也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不仅杂志神徒时尚出圈 还有花絮也可以直接让人脑部一出 绝美偶像剧 不愧是婚庆公司 看来这次山河令是真的火了 龚俊 张哲瀚 从十八线小透明 到如今代言杂志骗约不断 影视资源也上了一大档 单改大事 怪不得资本纷纷接踵踏来 如今山河令成功打向 单改101第一强 就是不知道剩下的浩一行 张公安 左肩有你 莫读 是否能延续山河令的热度呢 五 最近神仙姐姐刘亦菲 不再神影 积极营业了 不仅频繁参加活动 还要二次下凡禁组 拍摄额掌S家级大剧 梦华录 早年天仙夏凡 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南烟斋笔录 戏份颇重的男二赵立新 不当言论遭抵制 导致剧的上限也遥遥无期 全球刷脸的迪士尼大片 花木兰扑街飞升失败 这个囊也是刘亦菲 最近积极营业的原因所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娱乐圈开始刮起了 高定的攀比风 只要有什么活动 粉丝在工作室下的留言 都是一水的 要大牌 要高定 要比对家美 这次刘亦菲出席活动 造型师准备了五套礼服 其中四套是高定 最后刘亦菲也只选了 自己最适合的一套 超级成衣 也是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典型 高不高定的不重要 合适才更重要 六 创造营的人气 权少尔河马 宣布因家庭原因退赛 在机场和粉丝一部舍告别 说会尽快回来 参赛以来 河马人气一直去高不下 毕竟颜值高 又有哈佛在读的高学历 加成的小哥哥 谁不挨呢 此时对赛确实应个人私事呢 还是被下场 给其他内定选手让路 总让人免不了猜测 毕竟 骚额可是有前科的 创造营2019的实力 与人气兼备选手 王晨毅 本已在出到位 后颜翰退赛 今年创四请来一堆国际友人 说要打造一个国际团 大概也只是说说而已了 出到位就那么几个 不管是出于国际艺人 不好掌控 而国内艺人合约分成 更好谈一些 还是为了内定皇族的保卫 就像阿里系河马的吐槽 这个企鹅没有心的 七 在刚刚结束的迪奥 2021秋冬成衣线上 发布直播中 两代顶流迎来了 令人期待的同台 安吉拉贝比 2014年通过跑男 一炮而红 顶流之名 当仁不让 微博粉丝量 更是突破了一亿大关 而刘雨昕 错过青春有你CV出道 流量也是居高不下 二人从台平静的表面下 暗藏汹涌 贝比粉丝早前因 贝比活动现场自拍 却被按头直拍 刘雨昕表演 直指对方碰瓷提咖 这次活动又有了 贝比夸刘雨昕指甲好看 贝比粉此时估计气炸了吧 八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 女明星沙雕图鉴系列 迪丽热巴的长歌行 即将上线 出席快乐大本营 进行录制宣传 结束后走出演播大厅时 上一秒还是自信优雅 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下一秒鞋就掉了 鞋子 耶 此刻我独领风骚 是个憨憨的小可爱了 好了好了 小二本期就到这里了 你们一定要订阅 关注小二 你们的肯定是 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